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改编队将带来经典歌曲的改编 每一轮两队各派出一组搭档进行舞台表演 由建议团合议选出一首歌曲进入到金曲带领时 而两队表演全部结束后再选出一首当期金曲 荣耀之战 蓄势待发 此前各获得过一次荣耀金曲的胡彦斌和周深两位音乐合伙人 可享受一次特权卡抽签 顺序卡 两队按顺序先后出场 而你有一次机会改变出场顺序 助攻卡 可在本场飞行音乐合伙人中 任选一位加入你的舞台进行助攻 三个人合作 这个时候呢 可能我需要一颗东阳光 真草原纯粹寒片帮助我 好好的 元气满满 想一想 我应该拿到什么样的这个合伙人的加入 好不好 天赐健康贵宝自养音乐新称 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音乐励志节目 由东阳光先重草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赐的声音第三季 我是陈欢 向各位问好 本节目由全球生态重草开创者 东阳光先重草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老板电器赞助 老板双枪大吸力油烟机 双枪双吸一秒控烟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东鹏特饮为天赐的声音乐队老师提供能量支持 小杜天天全家健身乐翻天 本节目由小杜天天智能健身镜特别支持 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 优酷腾讯视频百事TV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接下来我们要决定第一轮进演的顺序 两队派代表进行猜拳 我们派个代表 朱新杰好了 接下来看一看我们的改编队 申申吗 来 有请申申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 输的那一方 要提前安排组合 敬演 然后赢的那一方 可以根据对方安排的人 再排兵布阵 所以赢的那一方 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两位 一局定胜负 三 二 一 石头剪刀布 好紧张啊 再一次 三 二 一 石头剪刀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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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到了你这边要先安排了 我要给他表演一个魔术 你要干嘛 我可以换顺序 要用吗 用 用 用 这个才叫魔术 你赢得再多 没有用 现在首先要有请我们的原唱队 安排一组音乐搭档来到我们的舞台 原唱队第一组音乐合伙人是 安吉拉你跟西军什么时候出场啊 不会回答你的 一起上台嘛 PK一下好了好不好 常驻对常驻的较量 可能会不欺负人 我们是打口的状态啊 不应该就是要那个欺负你们吗 是吧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台上剑 我要为十足啊 冰冰老师 所以你在校正对不对 你现在就是邀请少涵要马上上台是吗 我觉得我们就这轮就我来唱嘛 少涵一起上台嘛 当然安吉拉接不接招 等他们这一组唱完以后 你们可以再做决定 可以是吧 好 这个主持人是谁 先把他换了 好 所以 严冰老师 你的音乐合伙人是 我的音乐合伙人是谢可银 谢可银 严冰老师 你之前有一张特权卡 你可以邀请场上任意一位音乐合伙人 加入到你这一次合作舞台 选我 如果是两个阵营 就是比赛的话 我如果邀请对方的人赢了 感觉有点胜之不武 所以我们就自己对你自己消化解决了 我就邀请坐在我左手边的朱新杰吧 所以严冰老师这首歌的曲目是 叫《Life》 《Life》 让我们掌声有请三位 好 欢迎各位来到老板电器烹饪创造时刻 又有好吃的了 来咯 今天给大家来点糕点 给你这次跟胡老师的合作 还有加入了辛杰的话 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这一次我们 大家一起创作这首歌的话 真的学到很多 真的是开眼界 哈哈哈哈 我们互相学习 互相学习 非常期待 希望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惊喜 好吗 好 这个女生太棒了 太好听了 她的声线 自带乐器 自带古典的那种呼吸感 谢可寅之前是通过 女团成员的身份为大家所认识 但是近年来呢 她也在影视剧的表演当中 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次不知道又搞什么药蛾 坐呗 反而我最近真愁没心的话题呢 但是在我心里面 谢可寅其实是一个 说唱和演唱以及创作方面 都有着很大的空间的 这样的一个实力派的新生代女歌手 朱星杰来到这个节目上 已经表演了很多次了 小杰是一个在创作上 很有感觉的一个音乐人 而且他现在在不断地学习 包括编曲啊制作 他都有参与 这首歌是我十多年前的一首歌 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 也是我人生中比较迷茫的阶段 然后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出国 自己去安静一些 学习一下 所以当初那首歌写的时候 是在地铁上 然后在咖啡厅 然后在街上走 然后写这首歌 这一次邀请了谢可音和朱星杰一起来合作 从创作到合唱 觉得我们很像一个内心的交流会 如果您能够找到你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and sing along If you can't find your life Please come see me like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And achieve this world If you can't find your life Please come see me like You'll find I cherish the love of your life If you can't find your life Please come see me like Favor if you should let your expectation fly Oh 我擦脚而过着霓虹的街头 搁着颜色的皮肤 脸上带着腰臭 是不是每天都要想着理解上游 新的决定命运 让我觉得很牛 我不知他们来自歌述 又去往何处 你的心一定也有足够的包容度 我放弃站稳的脚困和我成功的路 为了来这座陌生的城市 带给我的不只是孤独 因为我心里有数 所以我义无反顾 又不懂什么教书 也不会人人摆布 我需要一些新的感悟 来面对人生尝试新的态度 他给我带路 就算是关系要方向 其实我们都一样 总是假装隐藏 走上的新歌多的包装 U D-D-D 我要的是 回到十年前 对着所有档落的人说了句报 接那个拿着打托转机包包上 看着少年人 生了孤独我就在藏在耳机 安静的听奔跑 想着想要打到那片热土 Boo 只是拿着望远 If you kind of find your light Please don't sing me like 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I sing the Lord If you kind of find your light Please don't sing me like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Energy is strong If you kind of find your light Please don't sing me like You'll find I cherish the love of your life If you kind of find your light Please don't sing me like Fight for a fusion Let your expectation fight 你有没有灵着三天寒夜的失眠 你有没有觉得累但不敢闭眼 你有没有习惯的黑暗的害怕独处 你有没有跟自己对话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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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觉得酸了 不想太累 你有没有点心 没听了看整夜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不争气 圆的了谁 I'm not talking about that story I said I'm sorry 行为年轻无耻 是啊不是梦 我还年轻 想生太想歌手开场 人生还长 竟然注定了是个独行的水智 你还翻起航区 有风和美酒 海洋在怒吼 那就对着唱歌 快看潮湿积极寒浪 他们都会为你伴奏 看过的时间 没的都在改变 还没说戏 就要先先胡说再见 沉默的抱怨 能否停的剑 像是起飞的风筛断了线 有人在暗躲 有人在伤后 奇怪的行为 是成了关销不停 我天的手间 把出痛苦的猫顶 我想吹风而不是 刷着下意的手机 终于混在一切 羡慕的年纪 却喘不了气 生活一定经贸 失去了自由的权力 困在云地 善着人群走不敢停 害怕回头 看见消失后的自己 我的伤害太久 没见过的怎么样 我的重新太久 没见过的怎么样 我的枕头太久 没见过的怎么样 我的爸妈太久 没见过的怎么样 我的朋友太久 没见过的怎么样 我的姐妹太久 没见过的怎么样 我的哥们太久 没见过的怎么样 我的哥们太久 没见过的怎么样 哎 爱得爱得过的怎么样 但我不再想和这个世界加量 想要紧要脚步 只想不抵抗 明白谁是我生命 独断水的分量 未来我要一直 把你放在心间 那些不重要的 你先都放一遍 未来我要一起 把你放在心间 那些不重要的 你先都放一遍 我们把掌声送给胡彦斌 朱星杰 还有我们的谢可寅 给我们带来这首Live 我第一下听到这个歌的时候 我其实有很强烈的画面 就像是可能我们坐地铁 自己跟自己说话的那种感觉 这首歌叫Live 我觉得这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说话 说出来自己心里想表达的话 我还蛮喜欢这个作品的 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 谢谢西军 可寅 哇 你给我好大的惊喜 首先你能接住胡彦斌的编曲 其一很厉害 你还能接住他的beat来创作 也很厉害 我超级紧张 我的心跳就是这首歌的速度 一百一十五 因为我刚刚在台下 一直疯狂在那里练的时候 就是刚好能卡上 因为面对所有厉害的老师 尤其是和胡彦斌老师合作 我太紧张了 我就 尽力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三位在舞台上的那种感觉 更让我觉得其实 音乐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说 你怎么把它唱好 是来自于真正内心的那种能量 所以当你在散发出来的时候呢 它就非常容易被大众认同 可是这个时候我不应该夸奖你们 因为接下来是我的抉择的时刻 我们觉得听完还好 突然反应了过来 所以Angela 你要面对燕冰老师之前的邀请 我现在要决定了吗 是的 主动权交到了我们改编队 各位内部合议一下 他们也纯收伤 那就不要正面装 那我们就完全差异化了呗 请告诉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 下一组音乐合伙人士 我们派出的是女生 有这么多女生 我们本轮派出的是 三位小妹妹 是我们的孟会员还有房东的猫二位 一个是佩玲 一个是小黑 大家都很喜欢他们那种清新的 纯净的东西 那个跟刚才是真的是去差异化 而且是从这个我们所对打的力量上来讲 完全用的是另外一柔克刚 对 完全是反差 嗯 我跟你讲海权哥 你这段播出以后 下面一定会有人给你留 三个字生意人 又来了 我经常被diss 我想问一下Angela 因为之前 彦斌老师一直抛这个橄榄枝给Angela Angela 怎么了 我就觉得我不能掉入陷阱 因为几个哥哥应该都很熟悉我的性格 就是如果有人对我挑衅的时候 我一定会想 那就来吧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宜这么冲动 Angela 你今天坐到海权哥边上里变了 你真的变了 好了 想问一下三位 你们要表演的曲目是 我们要表演的曲目是 《凤凰花开的路口》 让我们掌声有请三位 孟会员唱歌非常有她自己的特点 尤其是她的一些唇齿音和气声 发出来的时候很动听 孟会员还是一个写歌很有灵性 而且声音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女生 这几年孟会员 在音乐上的表现越来越成熟 也写出了一系列风格多元化的音乐作品 她的才华绝对值得我们给予她更多的关注 还抹开眼泪 看淡花多美 路过人间 无非一瞬间 每段并且 都不故事擦肩 防东的猫已经来过我们这舞台一次的这一季 而且跟海拳歌已经拿到了金曲 这次来的话我想我们会对他们的要求更高 时光的河入海流 终于我们分头走 没有那个港口 是永远的停留 脑海之中 有一个风黄花开的路口 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有到风黄花朵开放的时候 想起某个好久不见了朋友 记忆跟着感觉慢慢变鲜坡 凉红的山坡 道别的路口 青春 带走了什么 留下什么 剩一片感动在心窝 时光的河入海流 终于我们分头走 没有那个港口 是永远的停留 脑海之中 有一个风黄花开的路口 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 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 深刻 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 成长的坎坷 分享的片刻 当我 当我 又再次唱起你写下的歌 仿佛又回到那时候 时光的河路还流 终于我们分头走 没有那个港口 是永远的停留 脑海之中有一个 疯狂破开的路口 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几度花开花落 有时快乐有时落寞 很欣慰受命某的时刻 曾一起度过 失望的河路还流 终于我们分头走 没有那个港口 是永远的停留 脑海之中有一个 疯狂破开的路口 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失望的河路还流 终于我们分头走 没有那个港口 没有那个港口 是永远的停留 脑海之中有一个 疯狂破开的路口 疯狂破开的路口 给我最珍惜的朋友 피�出生意 speak your的工夫 伟伟伟伟 identified 或是リ ニ 呱浦 是世界小乐 谢谢三位的演唱 也要把掌声送给 我们身后 来自 动的音乐 合唱团的各位白衣少年们 我想问一下三位 为什么要选择这一首歌 来呈现在我们的合作舞台 画画画的开场 应该是毕业季 而且因为现在的这个情况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参加毕业典礼 但是仪式感一定要有的 就特别能代表大家毕业的一个心情 凤凰花开的时候 正好也是毕业的时候 在我们当中马上面临毕业的 应该就是黄霄云了吧 对 今年毕业了 真的非常舍不得 因为我其实大学是五年嘛 然后疫情就占了三年 其实就非常的遗憾 我看毕业典礼现在也还没有举行 也不知道能不能参加 每天都在祈祷疫情快点好快点好 希望能够再跟同学们 好好再相聚一下 希望这个毕业季能够顺利地举行 好不好 谢谢 我顺便想问一下海权老师 你离毕业多少年了 我大学毕业是上个世纪的事 我们聊一聊上个世纪的事情 真的是 那时代好像跟现在生活的 习惯质感都不一样 那时候连移动互联网好像还没有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和同学告别的时候 完全不觉得说 我们怎么可能不会再见到呢 以我事实证明 所有的年轻的毕业的朋友 很多人你死生可能都不会再见到 对 所以这首歌其实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打动我 我就觉得就是那种 简简单单 去戳到你的痛处的感觉 我比较不一样 我就高中毕业 所以我觉得学校的时间离我太远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 而且那时候还勤工俭学 对 我那时候都打工了 但就在刚刚那一刹那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 他们三人的嗓音就是 除了打动我之外 我还注意到一个点 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就是房东的猫 它俩呢 就唱到朋友这两个字的时候 互相看了一眼 它翻过去了一看 对 我也看到了 对 就光是这么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可是你就知道在他内心中 那一位朋友有多么重要 对 我们是属于特别幸运的 就是我们在大学里面 最好的朋友可能都留在了自己身边 哦 今天看到会员的话 其实非常的开心 他不仅有着非常棒的 得天独厚的声音 他在音乐创作上 也一直在自自不倦地 拿出各种风格的 好的作品给到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地支持孟会员 给上会员这样的优秀的 新生代的唱作人 更多的机会 好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三位 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此刻我们要把舞台交给 我们的五位声音 鉴赏团的老师 进行现场合议 同时邀请颜彬老师 可云 星杰 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 在两首歌曲当中 到底哪一首会进入到 我们的金曲带定池呢 新建议团一致合议 我宣布 是 因为周深他使用了自己的顺序特权卡 所以他在后卫出场 所以这一轮根据我们的规则 是由我们的原唱队率先出人 靠还是我们选是吧 我们讨论一下 你们唱什么歌 慢点 钟果冬 你们呢 我们这一次派出的就是 王鹤野和黄霄云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王鹤野 黄霄云 带来蝴蝶夫人 加油 你好 干嘛呢你 你来了 正好我跟大厨做了一些美食 你来试试吧 你还会做饭吗 大厨哪里来 就是他 这是老板电器旗下的高端子品牌 大厨法郎蒸烤炸一体精 功能多 蒸烤炸样样专业 你看我还蒸了蝶 而且他又用了嵌入式的技术 非常耐用 比如说他的内胆就是 流光蓝法郎材质 用完一擦就干净 很省心的 有盐有料实力派 走吧 黄大厨 我们把美食分享给大家 今天的舞台我们一起 加油 加油 黄小云是一个特别能唱的歌手 对音乐的处理都是非常的专业 属于音乐学院的高材生 黄小云的唱既是科班 但是他又融入了很多流行音乐的唱法 非常非常职业的歌手 王河也是从去年开始 从《天字声音》的一首《大风吹》 让我们了解的一个新人 第一次来的时候 你还能感觉到他的一些青涩 到第三季 不管是从舞台上的这种自信程度 音准啊 节奏这些的基本功 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火天夫人》这首歌 其实它是有一些故事的 《火天夫人》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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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对你的依赖 都变成了一种阻碍 才发现 星空出了一关 一下了阵阳 再也没有再上街 要可别在目的 再用了语言 是要怎么写 而我却在这个 没有了你的世界 你是卷起狂风的蝴蝶 不必猜疑我 只是这种屋檐 离开了我 你能否好一些 好一些 现在还不明白 明白你的离开 离开我的未来 未来在人海 一直以来对你的依赖 被隔开了往里一挽 才发现 星空出了一关 一下了整夜 再也没有再上街 要可别在目的 才有了语言 需要怎么写 留在罗笔一切 没有了你的世界 你是带走 中夜的蝴蝶 不必抱歉 我只失重的经验 离开了我 你能否好一些 试试你的远缺 暴雨心灭的蝴蝶 不完整的复月 谁飘怎么完页 浪费了满月 像黑夜接近的黑夜 要怎么去 搞定能怎么说 下了整夜 再也没有 再想谁 要可别在梦里 才有了语言 需要怎么写 而我却在这个 没有了你的世界 这些年龄 都有事 谢谢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黄潇芸 送给王鹤野 给我们带来这首全新的单曲 叫做《蝴蝶夫人》 大家好 我们是萧芸 我又来了 大家好 我们是王鹤野 所以我也用来了 谢谢大家 这首歌是一首就是 其实可以抓住人的歌 就是你听完之后 你其实就会一直记住 他那个旋律 是这样唱的吧 是的 我觉得会有很多人 会很喜欢这首歌 前面那个吟唱 是你自己加的嘛 就是那个前面 对 前奏会有一点哼唱 加了一点 我创作的第一首歌 叫《打开》里面的一个哼唱 对 超好听 谢谢 这首歌的旋律很棒 二位的演唱也非常厉害 可是我可能觉得 稍稍缺了一点 更复杂的情感在里面 那是这样的 老师 我是一个听旋律的人 我刚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很棒 然后也很有气势 后来慢慢地去编曲 然后各种配契 我觉得也很震撼 我作为一个演唱者来说的话 我尽量地去感受它 然后去把它呈现给大家 是一个共情的状态 对 很显然就是 有的时候歌手们 在音乐圈 其实也不是拥有主动权的那个人 有的时候是歌找人 可能有的时候也不得不 但是呢 的确是一首好歌 而且是两个好的歌者 我觉得找他们唱的人 应该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而且很懂得欣赏两位歌手的声音 是非常适合演艺这首歌的 谢谢胡彦斌老师 果然是一个队的 立马看出了这首歌里面的一些精髓 谢谢我们的原唱队 感谢 现在到了我们改编队了 你们想派哪一组音乐合伙人登场呢 他们那两组唱歌肯定是比较温 比较柔的 你跟Angela在讨论什么 战略吗 对啊 我跟你讲我们没有策略 就是谁抢我们就干谁 改编队 你们想派哪一组登场呢 我们想派周深 所以深深你要跟谁 我跟海权老师 我来我来我来 才俩 我们俩我们俩有请二位 琴哥这首歌就这么定了 我最近天气热了 我老师觉得身体有点疲惫 提不起劲 那不如就来一点我们东阳光仙虫草吧 对 因为我们东阳光仙虫草 它清新爽口温和滋补 特别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们 来吃一个 这个口感我喜欢 而且现在很多家庭都在吃东葱虫虫草 对我们东阳光仙虫草了 它非常非常方便携带 它有多道经年工艺深度清洁 就随时随地就可以补充营养 那我要清白点啊 可以直接上天猫搜索 东阳光仙虫草 很方便 而且好虫草还是要认东阳光 对东阳光仙虫草 感觉找到状态了 我们继续加油吧 让我加油 跳 jullie 雾 愉快 我过去 泪一滴滴被反锁 情书在不朽 夜漠成沙漏 青春的上游 白云飞走 苍狗与海鸥 闪过的念头 潺潺的流走 命运好幽默 让爱的人都沉默 一整个宇宙 换一颗红豆 微义如困舍 寂寞太久 而渐渐温柔 放开了拳头 反而更自由 慢动作 千穿脚片 中步摸片 定格一瞬间 我们在告别的言成怀 说好不再见 你写给我 我的第一首歌 你和我 十指紧空 抹写前奏 可是哪然后能 还好我有 握着一首情歌 轻轻地轻轻横着 哭着笑着 我的天长地久 再相当 cool 能不能 spoken 一整个宇宙 去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陪我唱歌 情唱你的情歌 舍不得短短副歌 心还热扯 被带告一段落 还好我又握上一首情歌 想命我如今的相拥的歌 永远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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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甚至我都还记得 就是当时应该是 刚一开始有MP3吧 梁军老师不要生气 就那个时候就感觉 就塞着耳机 然后坐在公交车上 然后就听着这首歌 就感觉 路上也许有人有伤心的故事 好像也跟我有关一样 就那个时候你就觉得 一个简简单单的耳机 你可能还需要 专门一个拿来听歌的东西 那个时候你听到的歌 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这首歌 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当中 以及我的歌单当中 他原本的一些伤感的东西 我们收回了一点点 希望它更温暖 更带有希望 对对对 这个翻唱的意义 可能还是希望是 通过我们自己的理解 再去把这首歌 复印它新的一种色彩 或者是概念吧 但是我觉得这次 主要是用了深深的 这个声FK 那个副歌的部分 我其实也没什么可做 也谢谢海权老师的照顾 这首歌基本也差不多 就是个独唱了 我觉得我就做好 一个钢琴的伴奏 和一部分合适的和声 就挺好的 对 我挺没有想到的 因为我也一直在 跟海权老师说 我也特别想唱和声 是啊 我希望深深特别优美的声线 不可多得的 独一无二的声线 在这首歌里面 确实能体现到 谢谢 今天这个日子 唱情歌是非常的应景的 因为今天是5月20号 我们播出的时候 是5月20号 对 刚好是520 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桥 而且我觉得今年的520 应该要大大的 去表达自己的爱 因为有很多人 太久没剪了 对对对 是 朋友们把这段视频的切片 发给朋友圈里你想发给的那个人 或者是那些人 当然可以那些人 因为不一定是爱情 还有些是上一首歌的人 亲情还有朋友 上一首歌的人 今天的这个舞台 不管是整个氛围感 然后或者是深深说出来 就是小时候听MP3的 那个情歌的那个感觉 就是我也没有想到 你是一个爱听情歌的人 我特别爱听很多的情歌 真的 对 但是 那你有没有想输出给谁呢 给我的爸爸妈妈 你的MP3还曾经出现过谁的歌 超多 Angela老师当时应该是 Aurora那张专辑 应该是CD的 但是我们全班是传着那张CD 在听 而且那个时候因为 好像是刚出来不久 有那个可以带着走的 那个放点的那个 就是圆的 不承认 对 就是你边走 神秘悲戒圈 阿拉斯家的神殿 就是你走太快 它会卡带 就是你走太快 它音质会变掉 神秘悲戒圈 你耳机里是神秘悲戒圈 那个时候还没有防震功能 就我知道用懂的都懂 今天这个合作很有意思 海弦歌完全就是一个配角 其实他成就了深深的演唱 他也成就了音乐本身 所以在我看来 一个敬演 好像我们一定要在两组歌手时间分出上下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刨去歌手 我们重视的最重要的那个核心还是音乐 所以原创队的各位 大家千万不要紧张 我们不是说 一定说拿这种对你们苛刻的标准去看你们的作品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在各个的这种发挥中 谁更有更闪光的能够击中我们的地方 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商议之后去决定每一轮带定金曲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五位声音鉴赏团老师要进行合议了 在这里我们要请上王鹤野 黄霄云来到我们的舞台 有请二位 在两首歌曲当中到底哪一首会进入到我们的金曲带定池呢 经过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 情歌 这首歌将暂时进入本期的金曲带定池 在这里要恭喜一下胡海权还有我们周深 当然我们一直抱着对于原创以及原唱极大鼓励的一种态度 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鹤野送给我们的黄霄云 谢谢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三轮 根据我们的规则我们要邀请改编队率先出战 那你们想好了吗 我们就看你们出谁 那你们想出谁 就是 我们是这样的 就如果你们是两个女生呢 我们就出两个男生 如果你们是两个男生呢 我们就出一男一女 所以是以性别取胜是吧 没有没有 不取胜了 我们就是切磋嘛 好了 所以现在请为我们来揭晓 我们派出的两位唱将 请 请令 好 是我们的Angela张绍涵和我们的熙君 下面这首歌应该是一个充满大爱 每个人都会被深深感动的歌 在520这一天来讲 除了爱情的爱之外 我们还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博爱来展示出来 大爱 这首歌叫做如愿 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锁 所以接下来马上登场的就是我们Angela张绍涵和我们的刘细君 要不要相互打个气呢 那我就借花献佛一下咯 新鲜的东阳光仙虫草 可以随时滋补 好好地发挥一下 可以分享吗 尝一下 相互分享一下 这个好清新的味道啊 而且可以直接吃是不是 觉得非常的方便 而且现在的正式仙草记 可以上天猫搜索东阳光仙虫草进行购买 好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期待二位的精彩表演 有请Angela 刘细君 出道以来 刘细君已经一步一步地成长为了华语乐坛 可以说是中流砥柱的女歌手 她在音乐上的风格也越发地多元 并着纪念来持续地输出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 满增影发尽快 不管是在演唱实力上 还是在对于音乐的进取心上 刘细君都向我们证明了 她是一个有着不断地成长空间 并且持续给大家带来惊喜的一位 非常厉害的女性的歌手 我自己是非常欣赏她的嗓音的 这一次知道细君会来 然后我就很希望很希望跟她合作 唱错了一句 再熟悉 再熟悉一下 能准备的时间就这么多 但是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我觉得进步兼取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作品 本身我觉得员现要完整和好 对对对 再熟悉 再熟悉一下 你是遥遥的路 下夜打雾里的灯 我是海童啊 走在你的眼眸 你是明月清风 我是你朝风的梦 却遥不见的一生与你相拥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所愿的笑颜 你的手我蹒跚再见 请带我去明天 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 我愿活成你的愿 愿不忘我也有望啊 只剩是每一天 好 你是岁月长河 星火燃起的天空 我是仰望着 就把你唱成歌 你是我之所爱 也是我心之所归 时间所有路 都将与你相逢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 人间远离所有的笑颜 你的书我攀升再见 心在过去明天 如果说你走过我的天 我愿活成你的眼 也不忘爱 只剩是每一天 伤和无恙 烟火寻传 可是你如愿的眺望 孩子们啊 爱谁梦想 爱谁梦想 像你深爱的那样 而我像梦里所梦的团月 愿你所愿的永远 走你所走的长路 这样的爱你啊 我也将牵你为牵的世界 欠你为牵的失眠 天天的月 心中的夜 你拥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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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你年轻的脸 你拥在我身边 这首《如愿》 二位选择改编这首《如愿》 是想表达什么 这首歌是我人生的旅途当中 一首最难唱的歌 这首歌的命题太大了 我有一点难 去 我觉得我不配 就是我不配这个 这个这么大的命题 所以我非常非常有压力 所以我就想妥协一下 就是我觉得呢 我就先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开 刚刚在那个舞台上的时候 我很真实地把我觉得 我想要说的真话 透过我自己的经历传递出来 有很多爱我的人 因为听到我的歌 听到我传递的东西 从最艰难的时刻走出来 这才是当歌手的这条道路上 我一直没有放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然后这一次也很开心 我先就请到崔迪老师 崔迪老师 崔迪老师帮我们编曲 谢谢老师 谢谢崔老师 我觉得我是剑影团的议员 然后我们的音乐 还有这种比赛的形式 我觉得我说我不应该参与 但是确实接到了总导演的这个任务 我说那到时候我这歌就别评论了 咱们不管怎么样公正评论 然后看这个歌 我可以不发言 我怎么样投票 我这首歌可能我变成 我不多说了 我还是请其他的老师们讲 好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 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很难过的坎 和很难唱好的一首歌 我觉得对于Angela来讲 今天的这个如愿 应该是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能够让Angela今天情绪这么的复杂 在刚刚台上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而且我觉得她真的也是把天赐 当成自己家来看 愿意在这个舞台上去袒露很多 自己内心的东西 然后她也愿意去把自己交给这个舞台 我觉得这是一种信任 我记得我在天赐的舞台上 跟Angela唱的那一首《奉献》 她说 兵哥你知道吗 我从小就是一个奉献人格的人 所以我一直想着我能够做什么 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 但是我们一直也觉得说 常常奉献那个人 他有时候也有特别柔软的那一刻 所以今天在舞台上我看到 这首歌的表达 我特别特别的感触和感动 我相信今天 Angela的眼泪是为自己的感恩之心流的 哪怕是Angela给过很多人力量的时候 但同时她也其实在被给予 所以我想全新这首歌最难的就是 因为她心中真的感恩 对一个好的歌手来讲 我觉得就是要勇敢地把自己那个柔软的地方触碰到 可能如果没有天赐舞台 可能这首歌不会走到Angela的演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今天就在这儿了 而且又碰到了细菌 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非常美 我非常荣幸能够跟上安杰一起演唱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确实难度 不单单是歌曲本身的技巧上的难度 我觉得还有就是这首歌可能在上安杰的心里是有了一个重要的意义 对 所以如愿这首歌 我特别特别荣幸能跟上安杰在一起完成 嗯 我很荣幸 嗯 就是我在我的歌手的道路上 不断地收到各种的鼓励 很多人说是我鼓励他们 但其实当他们告诉我所有的故事的时候 我就在那一刻懂了 原来我是为了这个而活着 我15岁的时候就知道我要干嘛 我就知道我想做一些改变别人的事情 因为我知道 我的精力可以带给别人更加勇敢的心 有时候我调侃自己说听听我的故事吧 你可能会觉得你特别的幸福 我不是要去炒新闻 也许很多像现在不懂你的人会抨击你 会觉得这很矫情 这个很不真实 但我就是这样 这才是一个歌者 这才是一个公众人物 在舞台上有的责任感 在舞台上有的责任感 现在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现在正在痛苦的人 安吉拉崩溃了 从来没这样过 从来没了 我们想做一些什么 但是怎么感觉 好像自己的力量不够大 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我刚刚说我不配 因为我想做的东西更多 但我不想去说 我只能从我的音乐中 去把这些话说出来 这首歌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相信它也一定可以 给你们很大的力量 我觉得我很理解 邵涵今天的眼泪 因为当我听到他说 曾被这首歌 所传递出的力量救赎我 我觉得这一点 就是让我觉得内心震撼了 而且为什么他会对音乐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那么的 怀抱着一颗敬畏之心呢 甚至敬畏到 他要怀着一个这样谦虚的 甚至虔诚的心 去诠释如愿 这样的一首作品 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说过 我是张绍涵的歌迷 我今天想再说一次 因为我觉得 很多很多个像我一样的人 我们一样在张绍涵的歌声里面 我们实现了我们人生当中 某个美好的愿望 这就是张绍涵带给我们的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因为我也是听着 少涵老师的歌 长大的 真的 就是我还是蛮想替 所有听过你的歌 然后你传递到力量的 所有的听众 想向你说一声谢谢 谢谢安吉拉的歌 谢谢 谢谢你们 我做个比喻 就是如果前面 它有一个丛林 一个人走进去 然后它黯然无恙地回来了 它告诉你 你也可以做到 前面一点都不可怕 那其实这个人说的 一点都不真实 但如果有个人 他穿过那个丛林 他浑身是伤地回来 它告诉你 它来告诉你 你也可以 一定可以走过去 那边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其实 我就想说 安吉拉老师 他一直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所以他传递出去的 每一份力量 和说出去的每一句话 都是具有非常真实 可以摸到 可以碰到的力量 谢谢安吉拉老师 谢谢 谢谢 我们把掌声送给 两个坚强的女生 谢谢安吉拉 谢谢习俊 你刚刚想哭对吧 一直在忍 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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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叫崩溃 那个叫释放 多好 从来没看过你这个样子 真的 我的天哪 从来没见过你这样 吓死我们了 谢谢 谢谢天词的声音 谢谢舞台 谢谢每一个音乐人 今天安吉拉的眼泪呢 主要是因为燕冰老师 你有很大责任 那根据我们的规则 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原唱队 你们要选择一组音乐合伙人 出来应战 我们这一次派出的就是 给我们打点鸡血 让我们热情一下的歌 七叔和朱星杰 所以想问一下七叔和朱星杰 二位你们要演唱的是一首什么样的曲目 我不想唱了已经 你也太真实了吧 我是来做客的 安吉拉老师 刚刚那个唱得太无敌了 太好了那个 但我们风格不一样 就是我们欢快点 大家当热闹一下吧 就是那种好吧 让我们有请七叔和朱星杰 你们放松唱 我们的龙杏东方舞台马上就要上场了 是啊 你紧张吗 还好吧应该 还好 还好 那我们要加油 好 那我们可以和东盟腾影为我们的舞台加油 那必须的 我们得加个油 加油油 来来来来 来走起七叔 七叔是近两年在互联网音乐平台上取得过惊人播放量数据的新生代歌手 作品《踏山河》呢也是广为人知 他的《踏山河》的一首歌有100亿的视听量 100亿哦 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民都听了两遍的一个概念 这两年呢 七叔也是持续地给大家带来各种国风流行类的音乐作品 在各大音乐平台 包括短视频的平台都有过非常不错的成绩 精彩内容 安全即可 5、0、6、1、0、1 至0、1、0、5、0、0。1、0、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生尽数在回首 且听荣吟荡空 任风雪不灭了西红 一件事已落入杯中 痛笑顽固中 欲均落笔 视测于春秋 看山河曾凌落 看历史如本流 看龙行东方天雄剑长虹 千里的江山如冰河 苍茫岁月之中 潮越逐旧 我们不去的魂魄 天山尽数在回首 且听荣吟荡空 任风雪不灭我 幸福 千里的江山如冰河 苍茫岁月之中 潮越逐旧 我们不去的魂魄 天山尽数在回首 且听荣吟荡空 任风雪不灭我 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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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唱 就是这首歌我觉得还是 弘扬了中国的民族文化 也是中国风的一种延续吧 嗯 国风感满满 其实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我觉得 有点像那种 国漫的主题曲 因为我很喜欢看漫画 我觉得这首歌前面那个 第一次一出来的时候还是有 民族情怀燃烧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很美妙那个声音 我觉得刚刚就是你们在 两位老师的后面表演 确实是顶着一定的压力 但我觉得其实你们的完成度 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我觉得今天 两位从视觉上来说也非常的搭配 而且其实你带着那个穗子的 那种国风元素的这个细节 我觉得其实也是 很有你自己的这个巧思的 刚刚这个表演 我觉得旋律很朗朗上口 那这个歌词呢 很通俗易懂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 这样的一个作品 在当下的年轻人群体当中呢 我觉得肯定是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的 所以就希望二位可以继续加油 对 谢谢老师 我感觉这首歌就很适合短视频 其实无数身边的人问我 对于短视频音乐和流行音乐 包括我们前一阵子出的这个 华语乐坛的这个热歌使手和经典使手 那个歌啊 我永远都站在那个热歌阵营的 我一直跟大家说热歌里有好歌 对 其实很多音乐人 他有能力做好的音乐 短视频上面的这些音乐和你做好作品 它不妨碍 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共同存在的 对 踏山河火了之后 当时就有了口水歌跟就是比较艺术一点的作品 有个对比说踏山河可能是不是好听的作品 但其实去年来这个舞台上我就一直想说一句话 我就说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可能出发点不一样 我是觉得我做出来的歌 只要大家喜欢听就好了 我已经很满足了 对 来 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心结 送给我们的新书 在这里要邀请我们的Angela 还有我们的锡君 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 有请二位 有请我们五位声音正常团的老师 进行现场合议 因为我们的崔迪老师参与了其中一首歌的编曲 所以他很自觉地靠边站了 金声音正常团合议 由张绍涵刘兮军带来的如月 暂时进入本期的金曲带定池 接下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回合了 根据我们的规则 我们首先要邀请我们的原唱队 我们队其实最后就剩两位了 然后对方也就剩两位了 我们就要不就先刀兵相近吧 以歌会友吧 对方推出 对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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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先刀兵 很绝的 很绝对 很绝对 它蹈过 它蹈过 而且声音的爆发力也非常非常强 确实陈斌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好像这个比赛结束了以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 我觉得非常可惜 不知道他这十年做了什么 海莱阿牧的作品往往反映那种非常平实的 是有些平淡的生活 但是写得很真诚 我很喜欢他的音乐 《三声三信舞》 这个歌是海莱阿牧自己创作的歌曲 那个歌词特别的质朴 这首歌呢 是我为我自己的婚姻写的一首歌曲 我主要写的是 我和我爱人经历过的一些点点滴滴 还有就是很多一直特别想对他说 但是又没好意思说的话 《三声三信舞》 这辈子多幸运遇到你 多想即便也是感激你 不顾全说坚定选择和我在一起 风散露宿颠沛流离也不弃不离 彩虹来看我功成名领 你也曾一语自恋自隐 可生活啊除了是你没什么促进 夜里挥手换那岁月我泪流不饮 我希望最初是你 后来是你最终也是你 我不爱你谁爱你 不能让你的亲朋我的故人 笑话是一场游戏 我希望花开是你 夜楼是你 白手不想离 我不爱你谁爱你 该是我三生有幸遇见了你 你是我此生最好的运行 我一天的爱你 我爱你 你会希望你 我爱你 你会希望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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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多幸运遇到你 多想欺骗也是感激烈 不顾全说坚定选择和我在一起 红层楼树点灯流离也不棄不离 在后来看我共生命运 你也曾一语自怜自已 可生活啊除了是你没什么走心 夜里挥手患难岁月我泪流不已 我希望最初是霓虹 但是你最终也是你 我不爱你 谁爱你 不能让你的亲朋我的故人笑话 是一场游戏 我希望花开时你 夜落时你白手不相离 我不爱你 谁爱你 还是我三生有幸遇见了你 你是我此生最好的运气 我希望最初是你 后来是你 最终也是你 我不爱你 我不爱你 谁爱你 不能让你 不能让你的亲朋我的故人笑话 等运气 我们把掌声送给第一次来到天赐舞台的陈斌还有海来阿牧 大家好 我是海来阿牧 大家好 我是陈斌 第一次来我们天赐的声音 这个舞台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我今天特别紧张 紧张的原因是因为 我是在座的很多老师的粉丝 刚刚在唱歌的时候 我的脚是抖的 手是抖的 我实在没办法太紧张的时候 我就用两只手拉着了 在后来看我红尘灵灵 你也曾一语自恋自隐 首先我觉得天赐的声音这个舞台 我觉得能来这儿的人都特别优秀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也挺优秀的 他刚才说他紧张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紧张啊 他在上面的状态很轻松 很舒服 让人跟他聊天也好 听他唱歌也好 都是一个特别舒服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一点都不紧张 你不是说你这个抖的 我们根本捕捉不到啊 我刚刚在抖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在想不要抖 这个我老婆在看着呢 我谢谢 老婆又会问了 今天怎么抖了 是不是因为陈斌站边上啊 不过我觉得我们陈斌老师 确实是特别漂亮 然后完了我确实有些不敢对视 但是我每次 我每次不敢对视的时候 我都会在想 我结婚了 我结婚了 太可爱了 没有 阿木老师跟我玩那个 就是错位那一套 他昨天跟我说 我能看你的耳朵吗 我说可以 我说可以 他说你不要望着我 你望着我我就忘 他就忘死 我了解到这首歌 三生三性是阿木老师 你原创 对 我的原创作品 这首歌呢 是我为我自己的婚姻 写的一首歌曲 好甜 难怪 我们过过很苦很苦的日子 尤其是他是在 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不顾一切地选择了我 我记得那是非常热的 八月份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们两方的父母 不同意 之后我们俩就没办法了 我们俩就只有 现在说的比较土的话 就是私奔了 私奔了 而且那个时候住房 我们还租不起 我们只能租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里边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电饭锅 和一个电风扇 刚好那天就停电了之后 电风扇转不动了 我爱人他又特别怕热 之后我就没办法 我就去小卖部 找了一个那个纸箱 之后我就一直坐在他床边 一直给他扇 扇到他睡着为止之后 我才睡 太浪漫了 那天晚上我在扇这个 这个纸箱的时候 我在想 我一定要给你买一个 大一点的房子 这个房子一定得是带空调的 后来慢慢地 事业上有了起色之后 我们俩就经常会 因为聚少离多的问题 吵吵闹闹 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办法 即使他再不理解 我还是得继续选择 因为生活还得继续 事业上刚刚有起色之后 才刚刚把所有外边的欠账 刚刚还清 所以没办法 只能继续选择 没有存款 没有存款 大房子没有 空调也没有 所以就每天都会给他发一条 我不会多发 只会发一条消息 我就会跟他说 我说解释我现在的一个状态 让他放心 后来慢慢地就 可能就像 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了 我们现在不会吵了 也不会闹了 想起这些事的时候 我就写了这个歌 哦 阿牧他这首歌真的很朴实 我刚才就在想 谁会把一个歌词写到 再后来看我功成名就 你也曾抑郁自然自义 这个感觉就是 一般人写词是不会这么写的 它确实是家里面 发生的这种故事 这首歌里面 真正打动我是这句 我不爱你 谁爱你 这个态度 我是从来没在情歌里面听过的 都是说 你不爱我 你爱谁应该是 这太自信了 我不爱你 谁爱你 我也是这句特别 这点是多踏实的一个爱情 因为那个时候经常吵 没办法吧 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句 哦 就是你不要瞎想 我不爱你 谁爱你吧 我在副歌的地方 我有写一句 我说这个 不要让你的 你的亲朋 我的故人 笑话这是一场游戏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 你能不能不要 在这个时候说拜拜 你们换个时间说 这个时候说的话 你说我们那些 那些知道我们的人 他们多看不起我们呀 对不对 打脸 打脸 完了 别人也会说 哇 这个海拉木 现在就唱歌了之后 你看他老婆也不要了 孩子也不要了 对吧 我说你能不能 不要这样 所以我就写了这句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舞台 就是一个我说的 既有很强的传播性 又有很好的 艺术价值的一个舞台 你要知道 当你真正去描述 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很多人 都跟你有着 一模一样的生活 然后那在这种过程中 你自然就可以 打动很多人 所以在我看 这是一首 从商业上和从艺术上 都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作品 谢谢老师 想聊聊陈兵 我刚才跟崔老师在聊说 他是那个陈兵吗 是 我说是 他就是那个陈兵 他说他怎么跟原来不一样了 我说你想想你有多少年 没见过他了 细数了一下 十年吧 快十年了 也就是14年那个比赛之后 大家基本上就很难再看到 关于你的消息 对于像陈兵这样 初出茅庐以后 然后没有拿到特别好的资源的 这样的歌手来讲 他想往下再发展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我觉得 我的问题 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其实当时在我快要升格的时候 我换了一个赛道 我去拍戏了 在这里我用了大量的时间 所以错过了很多很多 其实现在听起来 还真的蛮好听的一些歌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我说是我的问题 就是因为在赛道的选择上也好 在曾经的一些选择上也好 都没有做一个非常适时的 在当下这个时机 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但没关系 我觉得没有人规定 女生多少岁就一定要 穿那个花的裤子 那种汉衫 烫那种短的卷发 对 我觉得女生就是 人家说你这个年纪不小了 怎么怎么着 你该干你该这个年纪 该做的事情 我不接受这句话 我就觉得没有人该定义 你在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事情 我可以定义我自己 但你不行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就像好莱老师说的 现在开始这个时机一定晚了 一定机会比之前更少了 一定更难了 但是重要吗 我们一直在路上 我在做 所以就是陈斌长大了 他回来了 长大 升级了 对 2.0版本 陈斌2.0 你好 你好 赏你 深深 那你回头看这十年前 或者你做的决定 有后悔过吗 我觉得我很后悔 我一点都不相信别人说 我做过的选择 我一点都不后悔 我不信这个的 后悔是真的后悔 但是又能怎么办呢 对吗 你又回不去 但没关系 你汲取原来的经验 然后让自己之后更好就好了 知道那个时候哪里没做对 现在开始慢慢地调整 重新再出发 好 加油 好的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 阿姆老师送给陈斌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接下来到了我们改编队 最后两位也是我们的 音乐合伙人搭档 音浪太强 你准备好了吗 Let's go 姚琛其实是来过我们这个舞台 那个时候他还很声色 但是呢你能在他身上感觉到他那种 出声牛都不怕虎的那个野心 走浪去西郎 回望我回答 两年过去了 我觉得我很期待他 有没有把他的野心化作他的能力 我不要事物 不要礼物 我不要事物 不去做西龙中的宠物 拒绝保护拒绝心事 莲花伟是一个 他有着丰富的精力的 新生代的年轻男歌手 不管是在舞台上的唱跳 还是在于演唱方面 都展现出了自己各方面全能的实力 我觉得应该不用想 以他们的实力 给我们展现的一定是一个炸裂的舞台 Ayo what's up B-Long Let's go 飞到太空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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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被撞到地上 飞到太空游泳 照着月亮前的地球 海的过游是岛里永久 脑袋一直找着出口 全世界里面跑个温泳 一直飞得越来越远 星星海滩出个音朗 自由吹死在地上 飞到太空游泳 会被撞到地上 一浪太强不慌 会被撞到地上 一浪太强不慌 会被撞到地上 一浪太强不慌 会被撞到地上 发了太空游泳 更大 适量不慌 无奈 不慌 的 有用 至于 禅 morte 原来 有机 还是 一个 就跟著音樂一起流動 像個彙星 穿越黑洞 跳水跳到漠 是耐功新的開頭 新的宇宙 接受我這個流星的自由 習慣節奏 越來越重 越來越猛 越來越兇 怎麼裝 也不動 加不住 音樂一直撞 跟著流斷 再結爽 音樂在牆不晃 會被撞到臉上 3 2 1 1 3 3 2 2 3 3 3 5 tone 就和你身體 放下自己 低血因你抓住你 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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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和你身體 放下自己 低血因你抓住你 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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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音樂一起流動 就跟著音樂一起流動 WELL 謝謝 謝謝 二位想問一下 為什麼帶來這首《櫻浪》 作為你們一個改編的合作舞台 《櫻浪》這首歌 是我們小時候就聽 我的話就是那種 小時候以前是直日生 就每天掃地的時候 《櫻浪》太香不晃 從那個時候就開始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 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把原有的《櫻浪》 改成一個現在比較流行一點 電子的一些元素進去 在裡面加一些 我們所擁有的熱情 希望在這個舞台 給大家帶去更多能量 這對我來說是一種突破 因為我其實以前 可能唱跳的歌曲 都是比較屬於那種 可能輕鬆 還有自己也很喜歡一些抒情歌 然後這次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其實拿到Demo的時候 我好緊張 這兩天晚上都沒這麼睡覺 他很害羞 然後剛剛就在舞台上 我沒有覺得他羞澀 他是很Man的 就是那個有一個反差 我先說那個編曲 我很喜歡那個編曲 對 我覺得就是很得勁 把我們整個人的情緒都拉起來了 我很喜歡 很喜歡這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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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想問一下唱跳的老師 來 海旋老師 在唱跳界我永遠是小學生 不過剛才那個真的很帥 不不不不 你是大師 沒有了 我覺得他們倆真的好帥 而且他們倆那種帥 不是說只是說為了唱跳 而唱跳的感覺 各有特色 然後姚琛剛才那種帥 就是很扎實的那種 垂地那一刻 那個肌肉展現出來的時候 那種帥氣 然後懷偉呢 他其實他跳得非常漂亮 然後到這兒的時候 他那種熱度是有的 但是我發現 他好像跟那個阿牧眼一樣 眼睛不敢看這些小姐姐們 很投入 今天姚琛讓我非常的驚喜 姚琛你身上 已經有了superstar的樣子 謝謝老師 這個話不誇張 是因為我覺得你極其的自信 在這個舞臺上的每一個從唱 然後到舞蹈 到你的pose 到你的所有的安排 我覺得很篤定 所以我覺得姚琛終於看到你 本該應該有你的樣子的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第一季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是 我出道的第一個舞臺 個人的舞臺 所以那個時候也是很慌 也不知道怎麼做 但其實這兩年 還是有些東西了吧 演出之後也會回去寫那種 觀後感 我手機備忘錄裡面有 所以還是很感謝天賜的舞臺 他們很有意思是 他能把這個唱跳立體化 這是我今天最大的感受 感謝我這個位置 我就能感覺到這種 立體的唱跳的舞臺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再次要謝謝我們的李懷偉 謝謝我們的姚琛 在這裡 要有請我們的阿牟老師 跟我們的陳平 來到我們的舞臺上 有請二位 在這裡我們就要有請 我們五位聲音現場團的老師 進行現場合役 進聲音現場團一致合役 進入本輪金曲代定池的歌曲是 海拉木合役 這首歌陳平帶來的三聲三信 恭喜 恭喜阿牟 恭喜陳平 這首歌將進入本輪金曲代定池 好的 在這裡我們要邀請之前 進入到我們金曲代定池的 音樂合夥人來到我們的舞臺 有請其他三組 現在我們在台上的是四組 今天進入到我們金曲代定池的 音樂合夥人 有請我們聲音現場團五位老師 現場合役 在四組當中 選擇一首成為我們的當期金曲 好的 經過長時間的合役之後 現在終於有了一個結果 有請代表 今天非常不一樣 經聲音現場團的一致合役 我們準備評出天色聲音第三季 第一次雙金曲 哦 可以的 哦 獲得雙金曲的分別是 張少涵 劉希君如願 恭喜 以及謝可寅 朱星傑 還有胡彦斌帶來的 Live 因為崔老師參與了這次的製作 所以他退出了我們的評選 我們的聲音介紹團是 兩票對兩票 謝謝我們在這裡再次要恭喜 五位音樂合夥人 成為我們當期金曲 當然當期金曲 我們也會為五位奉上我們 東陽光仙蟲草為各位準備的 大禮盒 我們下周再見 上星華網搜索天賜的聲音 關注節目精彩故事 節目聯合微博開啟天賜的聲音 微博巡演互動 多種互動選歌和上挑戰 直播超話空降等不定時拍送 上微博參與節目討論 與音樂合夥人們一起沉浸時打卡追蹤 關注新浪娛樂與新浪綜藝 天賜的聲音節目精彩內容早知道 來新浪新聞客户端搜索天賜的聲音 與精彩視頻上偷偷瀏覽機 搜索天賜的聲音 獲取節目更多精彩內容 感謝藍天下官網中國藍TV 至於成果娛樂360話報 對本節目的大名支持